這世間很大,燒菜鹽的薯葵花 真沒人,其實是薯葵花,不然很漂亮 為這火綠的菌、菌、香蕉都可以入菜 有醃製就來演出薯葵花料理 為果凍到披薩旁觀實在,都總有薯葵花 白色,紅色,雞色,粉紅色,開到很漂亮的薯葵花 不然可以欣賞,過當當作食材 中普篩,將薯葵花加進來,麵的花綠,加在旁邊皮上面 加熱鍋、露鮮丁素材,做成披薩,炒又香 它裡面真材實料,可是它多加了薯葵葉的香料 結果有一個淡淡的薯葵的花香 另外把花綠和香味放進作回煮 清涼松口的薯葵花果凍,不然好吃又好看 這邊這個是薯葵花下去熬煮的果凍 然後我們就是熬煮,就是比較天然的顏色 然後煮出它的花的顏色出來 然後再加一些蜂蜜下去煮的 然後我手邊這個是薯葵的葉子下去做的餅乾 那我們就是把葉子烘烤過,然後弄碎 然後夾在餅乾裡面下去做的 大雄熊火立條,火光每天去印很多鄉親來熊火 也賺錢來推出這個薯葵花的創意料理 要讓來吃薯葵的油客,看得開心,也吃得眼鏡 感想麻麻的薯葵花氣氛 大雄熊火立條,火光每天去印完略,蔡紅柏德